在疫情十分严重的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防控而做好充足的准备 因为在前线有一户人员争分夺秒的和死神做斗争 而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做的 也只有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他们 不给他们拖后腿 并且保证物资的充分 然而就在我们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情况下 仍然有人不顾政府的要求 依然一意孤行 说要出去跑步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支援者一起工作者对他进行好言相劝 请求要让他回到自己房间进行回国隔离 然而他并没有听从劝告 反而对工作者大大出手 恶言相向 当他走出房门的时候还不戴口罩 对工作人员的制止行为视而不见 而当这名女子的行为被发布到网络上之后 不少正在家中隔离的人都对他进行了强烈的声讨 并且希望我国相关部门 能对这件事情进行一个有效的处理 希望不要因为他一个人而影响疫情的防控 而国家相关部门不负众望 对他做出了驱逐出境的处理 而这个女子则是梁某言 你支持我国相关部门将这样的人驱逐出境的做法吗 如果支持的话 请在评论区中打出支持几个字 新来的朋友可以查案点赞加关注 方便收看最新内容 创作不易 感谢支持 前段时间 梁某言不戴着口罩在外面 并且大喊救命 奋力奔跑的视频在网上被炒得火热 不少人都觉得这个不服从中国的防疫要求 并且给中国添麻烦 捣乱的人肯定不是什么民企高管吧 肯定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人竟然是一名知名企业的高管 并且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 在中国到处惹是生非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梁某言其实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他在出国之前 一直都是在中国接受教育的 由于他学习成绩很不错 所以从小他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他的父母都对他给予了很大的期望 而梁某言在1992年也不负众望 考入了中国985的大学 而梁某言在这所大学里面 学有所成之后 就想要去国外留学 进行进一步的学习 而他选择留学的学校 则是澳大利亚 那时候的梁某 也十分向往国外的生活 他觉得在国外的生活 是多么的多姿多彩 而对比之下 他在中国的生活 真的是枯燥无味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梁某言开始讨厌自己的祖国 变得十分的崇洋美外 由于梁某言学习成绩十分的不错 所以他在澳大利亚进行学习的学校 也是全球知名的一所大学 我们大家都知道 出国留学是要有深厚的经济来作为基础的 这从另一个角度上也说明了 梁某言家境十分的优厚 不然他的父母是没有办法支撑梁某言 在国外花钱大手大脚的 梁某言曾经在许多十分著名的医疗公司工作 然而在2019年 他又到了德国十分优秀的 拜尔医药有限公司里面担任高管一职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 梁某言在国外学成之后 并没有选择回到中国 为中国的发展添砖加瓦 而是选择继续留在澳大利亚 并且顺利的取得了澳大利亚的绿卡 成为澳洲的一份子 为澳洲做贡献 相信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那么梁某言是要和祖国彻底断绝关系了吗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新冠疫情来临的时候 虽然我国是最先遭受新冠疫情冲击的一个国家 然而我国人民众志成成 一方有难把奉支援 而且在国外的许多华人 为了不给祖国添麻烦 也自觉的在国外没有回来 如果有特殊原因必须要回国的话 也遵从国家的防疫要求 没有给中国相关部门增添任何的烦恼 随着中国抗击疫情力度越来越大 中国逐渐稳定了下来 然而随着中国疫情逐渐稳定 国外疫情就越来越严重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外国是崇尚自由的国家 他们不愿意被束缚 所以他们对中国居家隔离的这一政策 曾经是嗤之以鼻的 所以才导致他们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最终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而梁某言所在的澳大利亚 也是一群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梁某言为了活命千里迢迢的 从澳大利亚又返回到了中国 想要在中国寻求庇护 那个时候的中国 为了不受外界的影响 所以将许多国外的航班都关停了 并且对那些想回国的人员 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管控 生怕就将携带病毒的人带回中国 给中国防疫人员增添负担 然而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国是一个十分团结的国家 为了不让在外的华人受到病毒的威胁 所以在第一时刻 我国就调用了专用的客机 积极去接 在海外没能及时回家的同胞们回家 而梁某言也正是其中之一 也许是因为从小梁某言都是一个顺风顺水 没有经历过坎坷的人吧 而当梁某言长大之后 在澳洲的生活都是十分顺的 幼儿的生活再加上高薪的职业 使得梁某言逐渐变成了一个目中无人 一点都不懂礼貌的人 在海外华人回到中国的第一时间 就是要进行隔离 这是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情 在别人都安安静静的接受祖国的安排 只有梁某言一个人不听从祖国的安排 并且不戴着防护口罩 就私自出门跑步 当时医护人员觉得梁某言是好久都没有回到中国了 对中国有些陌生 所以并没有斥责他 而是十分有礼貌地告诉他 这样做是不对的 然而梁某言却没有将医护人员的劝告放在心上 反而对医护人员恶语相向 在梁某言的心里 只有他自己没有别人 说到这里不少人可能就要发出疑问了 既然梁某言在中国外出跑步的时候不戴口罩 丝毫没有害怕的行为 那么他又为什么千里迢迢从他已经居住习惯的澳洲返回中国呢 这其中到底是有什么缘由呢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澳洲对新冠疫情很不重视 所以就没有所谓的防疫要求 面对松散的澳洲 梁某言自然心生忐忑 他害怕如果他继续待在澳洲的话 会被病毒传染 所以他才千里迢迢回到中国 想要寻求中国的庇护 而当梁某言到达中国之后 看到中国这么严格的防疫要求 梁某言也就放弃了警惕 所以他也就在中国肆意妄为了 由于梁某言恶劣的行为 给中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然而经过多次劝阻之后的梁某言 依旧不知悔改 依旧我心我素 所以经过国家各个部门的探讨 决定将梁某言派遣回国 本以为梁某言回到澳洲之后 就会变得正常些 毕竟他可是一直生活在澳洲的人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回到澳洲的梁某言 不满自己被中国遣送回国 所以一直对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抹黑 他还曾经发布了一个视频 在那个视频里 梁某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着中国 他表明 在中国隔离的这段时间里 中国的医护人员 对他们这些外籍人员十分地不尊重 甚至是经常辱骂 并且声称自己在中国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不仅如此 梁某言还在他的社交平台上 公开要求中国对他进行赔偿 并且报销他在中国居住时的所有的开销 梁某言实在是太能颠倒黑白了 明明是他自己的错 是他自己不听劝稿 对有过医护人员进行辱骂 然而到了他的嘴里 却成了医护人员对他进行辱骂了 梁某言在社交平台上的这一系列迷之操作 让网友们感觉既可笑又可气 可气的是 这样的人居然是从中国移民到澳洲的 可笑的 则是这世间竟有如此恬不知耻的人 也许是经过有心人的煽动吧 这个事情在国外闹得是沸沸扬扬不少 不知道事情真相的国内外网友 都纷纷谴责中国 说中国没有一点民族情怀 不知道团结 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国家 然而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 叫做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很快 梁某言在中国生活的视频 被发到了澳大利亚的官网上 中国曾经明确表示过 回国人员必须要进行14天的隔离 在隔离期间你不能出门 只能在一间房间里进行生活 在回国的路程中 必须要戴口罩 这是中国硬性要求的 然而梁某言却无视这些要求一意孤行 而这些视频已经发出来 就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 舆论一下子就转变了过来 不少明白事情真相的人 都开始对梁某言不尊重医护人员 肆意妄为的行为进行谴责 不少人还去梁某言所任职的 拜尔公司官网下留言表明 梁某言根本就不配待在拜尔公司 一波又一波的评论向拜尔公司写来 过了几天之后 拜尔公司发布了一则公告 公告上面表明说 他们对梁某言进行了调查 证明梁某言确实存在一些行为是错误的 作为处罚 他们决定开除梁某言 就这样 梁某言失去了他最引以为傲的工作 尽管梁某言经常在直播中 哭诉他现在的惨状 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同情他 梁某言现在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不关任何人的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的评论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